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中国大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内最后一次出席中国的年度总理记者会 就是说两会的记者会 通常都是由总理来做报告 那他说呢 这一届政府最大的挑战是疫情的冲击 而且坦言说呢 中国大陆现在当前的消费是疲弱的 医疗保险水准还不高 实现5% 5.5%左右的经济增长并不容易 今年在两会期间呢 所定下来的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 GDP增长率就是5.5% 这个任内最后的总理记者会 一个重点是李克强喊话说呢 美国不脱钩 这个是回答中外媒体提问的时候 他有回答很多问题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 他回答了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正好请国正要来谈他们这期的 商周的这个所谓的两会关键报告嘛 所以正好我们把这个李克强的毕业总理记者会 先提出来跟大家知道说他大概讲了些什么 这个你觉得李克强这10年任内 你你个人对他的评价如何 如果以李克强这几年来力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 确实也创造中国一个传奇 就是所有人都变成外卖小哥去送货 然后去直播当网红 创造了中国一个很大的虚拟世界经济 他确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推手 那最后也由习近平来抓所谓的马云这些人 整肃京东这些人来做结局 所以等于搞虚的经济是最后的几年 一开始是他弄的嘛 那最后几年就后来收尾收的蛮残酷的啦 所以你说李克强做了什么事情 我印象深刻是这件事情 因为我那时候也经常去北京的中关村 包括什么水溪咖啡之类的 去看他们的创业 那中国那时候都在搞虚拟经济 那到了这两年 他们总算去发现说 太多的虚拟经济对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所以这是我对李克强最直接的 好 那刚刚讲到说 李克强说跟美国不脱钩是这样子啦 他说呢 过去 他说50年前 中美两国打破这个 就破冰了 开启了关系正常化 讲的就是尼克森跟邓小平 那时候这个等于说 美中美中建交 这个跟台美国跟台湾断交 他说这个半个世纪过去了 中美两国 关系虽然说有时候跌跌撞撞 但是一直是向前发展 希望呢 双方依照 两国元首2021年底 视讯会晤达成的共识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和平共合作共赢 以理性跟建设性的方式 妥善管理分歧 讲的是其实就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一些话了 那他说中美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 跟最大的先进国家 好好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 那这个有点像美国喊话的味道 是如果我们用最近的俄罗斯来比喻的话 2020年中国投资资金流向俄罗斯的 投到俄罗斯是5.7亿美金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 因为其实5.7亿美金嘛 那中国投资到美国的是57亿美金 也说说大家都觉得说 中国跟俄罗斯是铁哥们事实上不是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经贸关系一点都不太密切 反而跟美国的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两个其实是吵吵闹闹 但是两个的贸易依存度 以及投资依存度是相对比俄罗斯还要高的 我用这个比喻可能来比喻 所以两个人如果一旦打架的状况的话 吵架了 打架 那个伤害会比今天的俄罗斯还要大很多 打架还得了 吵架 打架我们就挫起来了 所以我用这个数字比喻来就可以说 他没有办法跟美国偷勾 他可以跟俄罗斯偷勾 俄罗斯一点对中国来讲不重要 那李克强说财政困难 地方政府要当铁公鸡 就是说要把钱守紧 该花的 这个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能花 但是给企业的钱 该给的一定要给 好 那你们这一期的报导故事 叫做中国苦日子来了 这个两大现场 看他由富转穷的三大转折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果断 而武断的讲说中国大陆在由富转穷 是如果用今年的经济数字 也就是说李克强 跟习近平的毕业成绩 李克强的毕业成绩 那整个中国其实如果他算把5.5 可是如果实际上高盛 或者是蓬勃这些的预估 其实他今年都没有5 那等于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 中国大陆最差的一期经济成长率 这是第一个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中国的各省市的财政收入 跟负债的状况的话 今年蓬勃的预估 今年中国31个省市只有30个省市 其实他的财政收入成长都不到5% 所以他为什么会说中国公务员要尊解开支 就是因为他整个地方财政恶化了非常严重 所以我套一句台商讲的 我们采访的一个很知名的台商 他说中国如果用一个控股公司来形容的话 31家公司30家是亏损的 只有一家赚钱 那这是第一个证据 各地方的财政 那也就是说中国过去所谓的砸钱拉经济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多 砸钱救经济的状况 其实已经失灵了 昔日的业绩变成今天的业障 负债是累累的 而且公务员其实我看到一个数字 平均减薪是1分之1 去年他有一些技巧详经不见了 那再来第二个 他人口在快速老化了 快速老化状况有多严重呢 他现在整个中国60岁退休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其实是有2.7亿人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德国法国英国加意大利 欧洲四大强国加起来 跟中国的老人一样多 那他们60岁退休 所以他们到2035年 他们退休金会发完 会用完 所以他们其实 你说他们的状况很好吗 这个所以人口红利 40年来 他们为什么经济成长会这么快 是因为当年这些60岁的人 其实是40岁或20岁而已 那他们现在60岁国家养他们 所以他们的经济成长 其实是一路下滑 在下心的 现在都变成在保五了 其实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是92年来新高人口红利 变今天的人口互债 第三个我们也去调一个数字 你说我们 中产阶级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他一直跳不上来 当然有人说他可能有机会跳到 但是我们去看一个数字 是中国小微企业 就是中小型企业的创业 因为他们占中国的就位人口 跟GDP其实超过五成 也就是300人以下的公司 过去几年最高纪录 是一年成立了1000万家 现在整个数字是往下崩 那个所谓的注销倒闭的 有几百万家 两个数字差了500万家 那为什么中国会变成这个状况 就是以前中国是狼性社会 人人都想赚钱 然后野蛮生长 十年前人人想成为马云 十年后人人怕成为马云 所以狼性社会变所谓的 躺着转的时候 他等于三大经济引擎 都在往下衰退 对不起我用的词很犀利 但是人人想成为马云 十年前 人人怕成为马云 所以创业的公司不见 少五百万家 所以我三个点来看 经济成长要往下掉 那土地财政完全没有办法收入 没有办法支援 然后中小企业的加速也在减少 他整个中国创业动力 在减少 很可怕的数字 所以从三个数字来看 中国整个是进入了 富转穷的拐点 对不起我用这么直接的 但是也看到了中国确实面对的问题 对了 他经济也要 做另外一个阶段的 这个转型跟发展 我们也有昨天 我们同样 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话 持续在听的话 昨天我们也有请到 这个投信业界的经纪人 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大陆经济 他也点出了 类似跟你的这个论点相同 不过 他是从另外一个论点讲说 中国大陆现在可能会面临到 我们一般讲说 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一万美金这个地方 没办法再往上再突破 所以他也做了很多 这个产业的结构的变化 跟转型 那个 比如说 喊出共同富裕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另外呢 就是说他 这个在转型面上面 也要做产业的升级 往各 更 更这个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去发展 那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李克强的问题就在这里 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转型 转得过来吗 就是以现在目前看到的情况 对 其实我记得台湾 早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状态 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讲说台湾产业空洞化 讲说台湾也是有这个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可是后来台湾 半导体找到出路了 就是从这个科技院 这个科学园区到半导体 整个发展起来 台积电联电啊 这些半导体 整个带动起来 台湾突破了 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到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 从过去的轻工业 农业到这个重工业 然后到现在目前的 整个高新科技科技产业 当时台湾也面临到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大陆 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采访的角度 来谈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了 因为我也不是说 很多人就会质疑 我是专家 所以我们就先问一些 20多年的台商 所以你们这篇报道 是被很多人批评 对我看到现在 YouTube也开始留言 那台湾进入贫穷 这个其实台湾现在 好的不得了 如果用数字来讲的话 我应该先讲 你如果说现在台湾 陷入中等陷阱 其实没有啦 台湾早就突破中等收入 对而且台湾可能会在 2027年超越韩国 甚至在2030年超越日本 这个人均的这一块 其实台湾好的不得了 而且台湾现在 86万个工作在找人 那不过你讲 那个人均有点 有点灌输 是因为台币升值 那我们来讲 我们在中国上海看到的事情 就会看到说 中国面临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在所谓的陆家嘴 做了几十年生意的 二三十年的台商 看到的是 鼎泰风的小笼包 本来都是大排长笼 那都是上班族 或者是一些主管 白领去消费 现在变成是 那一家鼎泰风 没有人在排队 而且歇业了 我们再去查 国家统计局 我现在讲的是 用经济数字 再去看场景 国家统计局就统计 他们的零售收入跟消费 从成长率 从百分之四十几 掉到现在 只有百分之一点七 他的消费力 在往下掉 台北的鼎泰风 也快不用排队了 因为我也常去吃鼎泰风 他就快不排队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继续访问商人业周刊的 种族笔吕国珍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 你们报道是很用心 那些做了蛮多的 这个详实采访 但是呢 就是说标题下的是很爽动 不是我讲的 那是中国的经济国是李道奎 所以嘛 我现在让你证明一下 李克强跟李道奎说的 好啦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了 我现在让你证明一下 就是说因为你们这个出来 其实在网路上 也被很多人批评 我知道这个正反面都有了 因为标题叫做 中国苦日子来了 次标叫做 两大现场看他 游富转穷的三大转折 因为这个标题下的很爽动 而且是蛮武断的 所以说呢 我让你证明一下说 为什么你们会下这样子的标题 那这个标其实主要是中国的自己的国师 经济国师叫李道奎 他说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洗礼政权最依赖的经济国师 所以他自己也看到中国经济下行的状况 以及他们现在面临转折的点 所以他自己说中国的苦日子来了 这是他说的 再来是李克强自己也在 不管从去年到现在 他也都也很明确的讲嘛 要勒紧 要大家过日子 类似这个意思嘛 确实中国的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 而且真的 他的转型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他要六文六保 那用台商的翻译就是六不文 可能六不保 保就业保证 那我再来组一个数 他转型某一部分也是被美国掐脖子 对 那这你要成长起来 人家已经打你嘛 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Intel是随时想要打败台积电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情义可言 我来举一个数字好了 我们刚才提到了中小企业 倒闭了有减少了500多万家 所以他们的年轻人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到24岁以内的有就业能力的 就是1067万人 找得到正职工作 正职工作56% 前一年的数字是76 也就是说他们越南 越南找到正职的工作 他们的失业率高达16% 所以他们其实整个经济状况 是非常的不好的 年轻人躺平 对年轻人躺平的意思就 你要想嘛 如果你创业开一家公司 然后很努力的 然后最后搞到股票上市了 你成为了马云 结果现在你突然一夜之间 把所有东西都拿走 所以10年前的人想成为马云 10年后的人怕成为马云吗 狼性社会在改变 共同富裕 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是有打击的 那回来讲说 为什么我们要讲对台湾是危险的 然后政治跟他不稳 对台湾会不会把他的内部问题外部化 我们这个就不要去太武断 这个是欧洲学者说的 还有国际的很多学者这样说 那是对台商来讲 我们确实也去访问台商 他就讲很多例子 过去中国有钱的时候 中国大陆有钱的时候 土地财政是他们主要收入 可是现在都卖不动了 恒大这些倒闭了 所以很多的钱收入变少了 所以台商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两会之后 两会之后 他会面临加税 所以各种的所谓的去杠杆跟重新分配 这件事情对台商来讲 绝对不是好事 加什么税 各种的税 例如要求你提高员工的福利 保险 这其实这几年一直在 一直在往下加 所以这件事情逃不过 像我朋友在大陆设厂 他说那个 厂区外面种棵树也要收钱 对 就是各种的税收 然后他需要重分配 是希望说让中国的 工人阶级的收入能够提升 这也是他转型的一个很重要 所以台商第一个 加税这件事情会非常严重 第二件事情 你就不能再干逃税的事情 一旦被抓到会死人产 所以加税跟逃税 这件事情是不能再做了 什么叫不能再干逃税 以前台商都在逃税 以前那很多事情是可以谈的 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以前台商都在干逃税就对了 所以现在不能再干 20年前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 只要摸着石头过河 那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了 中国的法律是这样 只要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了 那很多事情提前来谈都可以谈了 坦白讲 以前有五免五减半 各种的优惠 不要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那加值税免啊 其实出口还退卸 无减半是20年前的事了 所以台商会讲一句话 也讲的蛮公道的 为什么说不要逃税会有加税 就是20年来 你们享受了中国很多优惠 确实创造了台商个人的财富 你赚了很多钱 出来混了总是要还的啦 当年没有缴的税 少缴的税 现在都可能要吐回来 因为你真的赚很多钱 你再重分被驱赶赶 那这个对台商来讲 你必须要很务实的面对这件事情 那他也提醒大家 中国的政治要稳 经济才会好 所以这个是台商面临的问题 好 那我们线上网友 大家很激烈在争论 可见这个议题 的确是冲突性很大 正反意见都有 有的说你讲的是实话 有人说这个 全世界 全世界其他地方不是这样子呢 你说中国大陆年轻人躺平 那台湾年轻人没有躺平吗 台湾哪个年轻人认为在台北市 可以买到房子呢 不要讲年轻人了 郭真 以你的收入的话 你现在寄望在大安区 可以买到房子吗 所以有些网友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美国事业 美国的整个经济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更严重 那你针对网友 他们的这个看法 你怎么回应 我应该讲说 我们这一期的主要的焦点 是在中国两会的关键报告 讲的是中国投资的机会 跟中国的台商经营的风险 拿台湾来跟他比 我跟你讲 一扯到两岸就是一式形态 就很多东西都没完没了了 那如果你讲说 你们上周干嘛要做这样子的题目 那我来讲说台湾目前 我们一个数字 台湾现在 104银行增加的履历表 增加了24% 求彩的 总共有86万人 你知道 投履历表增加多少吗 增加了只有1% 也就是说有1比24的比例在增加 好这是第一个 等于说是求人的 是求人 现在整个全台湾需要的人才 总共有86万 那你会说很多的低薪 我告诉你 总共有18万高科技业者在求财 12万是台湾的制造业 等于有30万 其实是薪水都不错的 那在台中 我再举一个例子 台中工具机的业者告诉我们 为了跟美光跟台积电争人才 现在还有什么安家计划 先买房子 那我讲的是高科技人才 我知道 先买房子给你安家 然后连薪百万 还不够可能要200万 那你说 你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是 你走错了产业的 确实产业有非常不均等的状况 那台湾是比较小的 所以半导体跟相关的行业 发展的是比较好 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媒体业 确实不好 我必须要跟你坦白讲 可是你说买不到房子吗 台中的工具机业者还送房子的安家计划 哪一家 做机械的 就上市柜的公司 我们就不要讲人 抢得非常的凶 因为真的找不到人 就要跟半导体业抢 这个台湾确实有发 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台湾经济好不好 当然很好 因为经济成长 台湾年轻人未来只能往高科技业 半导体业走吗 其他读文的大家都死路一条 我们上次有讲过荷兰病 对啊 一直在讲荷兰病 荷兰病政府说没有啊 对确实我们 说陈南光乱讲啊 是不是 对 我来看他嘛 台湾 好啦 你 我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嘛 台湾年轻人未来是只能往高科技业走吗 就只能去读理工科 那读文科都死定了吗 读文科全部都死定 我是不敢讲 因为文科还有很多工作了 因为台积电会找很多的所谓的国际政治的人才 很多 台湾年轻人都会找很多很多企业都会找 因为这一次其实这一次其实台湾只要跨国的集团都必须要学会什么叫地缘政治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个职缺证在开出来 所以你说学国际关系的没有人嘛 他还是有人要写研究报告啦 那个团队不是只有一个人啦 所以你那你会说啊那个跟几十万人比差很多 可是其实那还是一个工作 那我再问你台积电跟 不在加登跟英特格打官司 其实需不需要法律跟专利的人才 大力光跟所谓的先进光的打官司 其实都还是有法律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流浪律师吗 我知道我同意 但是台湾这个流浪律师跟流浪教师是两个流浪族群 恐怖的流浪族群 对但是如果你去讲说台湾的经济不好 可是又好像不是那个面向嘛 因为确实有三十万的工作在找人嘛 不过台湾真的整个产业发展很不均衡 这是事实啊 这是事实 可是你不能说台湾不好 资源配置有很大问题 对 这是事实啦 但我没有办法反驳你 但也有一个说法是说 你台湾就是只能往这个逆去发展 不然你要全部产业都好 没可能的事情 台湾哪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因为我们毕竟是 在全世界的一个竞争舞台上面 我们可能每个东西都好 这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东西跑到前面 你还要跟人家竞争什么 所以爸妈现在听我们广播 你孩子只能读理科 真的 拜托一下 读文科的会很惨 怎么办 我们这是你的全车之鉴 还可以 还好我们还可以挤进媒体 还可以有口饭吃 餐饮业旅馆业 哇现在惨死了 没有 他们其实到高科技业 其实还是有他们需要的职缺 但毕竟少 还是可以 我们今天谈这个中国大陆的问题 其实也投射到全世界的问题 是啊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要严肃的面对 中国确实在转型的难关 而且他经济成长率确实掉到低点 这个我承认 我们也看到了 而且他的财政问题确实是非常恶化 如果你是投资中国还是要小心 昨天我们中国讲基金 谢谢李国珍 谢谢李国珍 关注 电韵